大家好,我是Heli 今天想和大家說的一件事就是你們看了Youtube很久 一直都很想知道 但是沒有什麼人告訴你們的事就是關於業配 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拍業配、廣告、試用這些影片的時候 如何接合、程序、為什麼這麼多個Youtuber 包括我在內 都不會很光明正大告訴你們我們是收多少錢 如果你有興趣看這個八卦的題目 就繼續看下去了 如果你有看過我的頻道 都知道我是一個接業配的初歌 比起很多不同的前輩 我也是在一個很起步的階段 所以有很多事情我都慢慢地去適應、去發現 和大家一樣 由以前很多的問號一層一層都解開了 一直以來都收到很多不同的觀眾的訊息 就會問你如何可以拿到一些試用 如何收到一些廣告 如果大家有細心留意下面的資訊欄 其實會看到有一欄寫著Business Enquiry 有我的Email 還有在我的Youtube頻道有一個About 看到我下面打了我的Email聯絡方法 很多時候廣告商就會在Email找我 另外也有些廣告商會由IG的Direct Message 或者是Facebook的PM 都可以找到我去接合一些廣告 當然如果你是簽了一些經理人公司 Agency的話 他們那邊都會去幫你談一些廣告回來 所以其實談廣告是有不同的渠道 慢慢去接合回來的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廣告商去找你 我們想找你拍一個產品 然後你就好啊好啊 YES YES 之後他們就會寄一些試用 寄一些產品給你 然後你就拿著它拍完之後 你就可以收錢 那麼簡單幾個步驟就錯了 我可以告訴你們 拍一個業配是心力膠水的 那真實的情況究竟是怎樣 通常是廣告商 不一定是那個牌子的公司 有時候他們都會去找一些市場公司 或者一些公關公司 去找KOL或者是影響者去拍片 之後我接到這個工作的邀請 我就會衡量究竟我有沒有時間 然後那個程度合不合 那個產品和我自己的營醉合不合 一切的東西我覺得OK了 我才會去回覆它 然後告訴他們我自己的包裝 價錢大約是怎樣的 然後對家也會衡量自己的預算 究竟會不會再找你拍片 然後如果在這個方面 暫時大家都OK的話 就可以繼續貼入 你不要以為這樣就十拿九溫 拿到錢了 因為之後就是一個漫長的拉鍋店 現在兩方面都OK了 要拍這個廣告 所以兩邊都要一起想一些想法 我自己方面 可能會提出一些 覺得適合這個產品的想法 然後對方有機會答應 有機會是不答應 然後他就會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 因為通常我自己就喜歡 用回自己的風格 我的影片的風格 去做一個熱配的 但是呢 有時候對家呢 可能就會想用一個比較 很簡單 然後整個影片都是說它的產品 一分鐘內要開始 然後影片只可以有三至五分鐘左右 這樣我們交涉的第一次 大家去找個中間點 大家都接受到的情況 就可以去下一個步驟 但是有時候 在這個位置 大家是拉隔不到 那就拜拜了 然後通常就是它給產品去試 那究竟試多久呢 其實每一個影響者都不同的 我知道有些影片是超急的 今個禮拜要給你 下個禮拜你就要出片 那些我是完全不會接的 你加多少錢呢 我都接不到的 一來我覺得我試不清楚那樣東西 除非那樣東西是吃的 但我真的沒有接過這麼急的產品 那你不要以為我試完 想好那些項目 自己的東西就可以開機拍攝了 沒錯了 越大規模的公司 他們的要求是越嚴謹的 他們是會要求你要一份劇本 那所以呢 我平時拍片 不是通常有什麼說什麼的 你一定要是有一個flow 那究竟你的題目是說什麼 你在哪裡拍的 然後你每一句是說什麼 會提及過什麼 除了它的品牌之外 其他的東西他都要知道 究竟會不會撞 或者是一些他不喜歡的元素在裡面 那我寫好這些flow和劇本之後 就要給對家做一個批評的 那他們究竟讓你繼續跟這個劇本去做 還是他們會改你的劇本的 我試過整個劇本和flow 是改頭換面 完全跟自己的無關 只是說他那些東西 然後我自己禁止了他 那當他們改到我完全沒有自己的話 我是會跟他們進行第二次的拉鋸戰的 那所以現在你可以想像 由一個email 去邀請我做一個業配 到我們都還沒開始拍片 究竟是拉鋸了多少次 以及要多久的時間 好啦 那當大家都有個共識之後 我就可以開機去拍了 那我通常拍片呢 就是這樣說話 清談片 化妝半個小時 然後石機 卡拉半個小時 整理後床 然後再拍 就拍大約八個小時 一個小時左右 然後整理後的東西 又是一個小時 那前前後後就大約三個多小時 那但是有時候 一些片 是要拆淘寶 就不止那麼短時間 或者你要出去外面拍的話 又要配合天時地利人和交通 那就會更加長的時間 都試過是拍六七個小時的一條片 好啦 那接著到剪片了 平時呢 不是業配的片 我大約就剪六至十個小時左右 一條片 那但是如果是業配的片 我通常第一步 就會剪一個長度給她的 那就是我條片大約的flow 就不會有什麼effect 那些轉場啊 字幕什麼都沒有 我就會剪給她 做一個first cut 因為之前交涉的時候 通常他們已經告訴你 究竟這條片 他們想表達的重點是什麼 有什麼字眼是一定要說的 那所以呢 通常這條片 就不會在這些地方出錯的 除非他給你一些錯的資訊 我也都試過的 那接著他們給你一些意見之後 我就會剪一個second cut 給她 除非那個改動實在太大 我才會剪一個second cut 的長度給她看 如果不是呢 我通常都會加一些字幕 做好整條片 讓她看看究竟她是否可以的 那如果她沒有改動 那是second cut就完成了 那如果有改動 她會彈回來給我做一個third cut 內內會會兩三次左右 通常都會剪到一個廣告箱 又覺得滿意 然後自己又覺得 不會壓著底線的一條片出來 那就會談一下決定什麼時候發佈的 雖然一開始接合葉配的時候 她們都會說大約上幾時 或者定理某一天去出片 但是呢 有很多不同的阻礙 然後她們有很多東西要改 通常都是有遲無組的 所以由一開始接合一個葉配 到最後出到片 其實快則真的是兩三個星期 如果萬則是一個多兩個月 我也是試過的 那到大家應該最關心的價錢問題 我也是不會公開自己是收多少錢的 以前我不明白的 因為我剛剛做youtuber的時候 不知道自己應該是收多少錢的 直到我現在去談這些葉配 越來越成熟的話 那我就發現了原來 是真的不可以公開的 如果我現在跟你說 我收開是多少多少 那廣告箱 無論她什麼時候 多少年之後看這條片 她都是覺得我是值得這麼多 那我在她心目中的價錢 就永遠都是只值這個信 那所以呢 為什麼最後的youtuber 是不會告訴你多少 是因為其實 無時無刻這個價錢都是會變的 說真的 以我現在這樣的channel 那麼少訂閱 那麼少觀看次數 其實我每個星期 都會有不同的廣告箱 公司 公關 去問我一些關於接合業配的事情 那如果我所有都接完的話 其實我真的可以做一個全職的youtuber 那所以一些很出名 知名 高人氣 高訂閱的KOL 或者youtuber 其實不要經常去批評 或者罵她們拍廣告 因為你永遠都不會知道她背後 是推了多少個廣告 那我今天不是想跟大家說 什麼新宣史 或者什麼 其實我純粹是想分享一下 究竟作為一個youtuber 你們經常很好奇 怎樣會有業配 然後怎樣會有一些廣告 怎樣找你們 究竟多不多 我希望今天這條片 可以給大家一個image 可以想像一下 究竟我們平時的工作是怎樣 其實你們的想法 我是完全明白的 因為連我男朋友 都覺得我剪片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經常只對著同一個軟體 然後再按一按按 按幾個小時 數小時八小時 就好似搞定 但是其實 大家你們看到的每個記憶 每一個字 每個字 每個字 一種背景 一把它喉 然後 嘩 那種聲音 以前大家還要在一些素材庫 找出來 PCさん Gracias 全部都不是智慧本身的東西 所以越來越打算 所以代表Youtuber越來越努力 去務求令自己影片的質素上升 然後上網找一些不同的素材資料 回來提升自己影片的質素 希望我今天這條影片 可以解答到大家很多的疑問 很多的問號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同星期六的下午三點 同星期日的下午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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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